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2月31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今天咱们首先看看恒大的消息 恒大汽车又发布公告了 看着这么说的 恒大汽车12月30日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 以交付共324辆恒池5给克服 他说了,为了节省成本 集团正进行一系列节省成本措施 包括减少整体员工数目 安排部分员工停工休息 部分员工减薪等 实际上就是降本增效嘛 裁员嘛 说的那么文艺有什么用呢 这个恒大汽车也很有意思啊 本来以为他歇菜了 已经熄火了 结果他昨天他又发过公告 说他一共交了324辆车给客户 我记得前一阵子他不是交了100辆吗 不管是100辆还是324辆 反正都是不多啊 给人感觉什么呢 就是恒大汽车啊 恒汽车5 可能是纯手工打造啊 生产的慢一点 这个全部是真产版 或者叫限量版 为数不多 要买就赶紧 这个恒大汽车为什么要苦苦的坚持呢 还一直在造车呢 显然他资金是不足啊 实际上就是恒大汽车 要向资本市场证明啊 他是能造车的 而且他造出来的车啊 还可以 现在就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东风就是钱 恒大汽车要引入战略投资者 他有造车能力 有设计能力 有生产能力 有营销能力 就缺资金 无非就是想证明这一点 那么在 恒大的债务重组中啊 那恒大汽车 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 债庄股的一个平台 资本运作的一个平台 接下来咱们 看一看万科啊 今天有一条新闻呢 说啊 四月末年初 其他房企都在准备公司 2022年 辞旧音星 贺辞时啊 地产老大哥万科 却忙于辟谣 针对市场流传的南方区域在进行大规模裁员等传闻 万科官方于12月29日再次予以否认 假的造谣 实际咱们节目也介绍过啊 咱们说传言 万科是要裁员 有人说裁30% 但是万科呢 出来辟谣了 在现在这个行情下 你就是裁员 也不丢人了 裁员怎么了 现在这个情况是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 日子不好过 裁就裁吧 那个现金流那么充裕的企业 你比如说这个腾讯 比如说小米 还有B站 这些企业 他站上都有现金啊 他不缺钱 人家都裁员 而且光明正大的 该砍砍 有的一个部门 一条业务线 整个砍掉 这有什么丢人的呢 因为你明年不行了 找不到业绩增长点 你没有办法向投资人交代 所以裁员啊 就是迫不得已 万科也一样啊 你今年的业绩 明年能保持吗 保持不了你裁员 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你是山市公司啊 你是公众公司啊 你要对股东负责啊 对股东负责 就是对社会负责 这房企实际上 他有两个负责啊 他对社会负责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 你不能要烂尾楼 对吧 你对你的业主 对你的顾客负责 你房子要按值按量 按时交付 第二个呢 对投资人 就是对这些散户负责 这就是一个 善事房企 他的社会责任 第二个啊 就是在房地产行业里面 闭谣啊 实际上适得其反 你们谣言就是 遥遥领先的预言 因为大家都这么看过来的 你看这个 恒大 不停的辟谣 结果后来 辟着辟着 霸雷了 这个融创 也是不停的辟谣 辟着辟着又霸雷了 还有什么 金科啊 什么金帽啊 不都在辟谣吗 辟谣声中霸雷 你说是多么大的讽刺 这个闭谣员也一直在辟谣 而且要给人发 律师函 本来是要报的 结果呢 这个恩人出现了 白衣骑士 就是央行 带着这个 银保监会和证监会 杀出来 把这个闭谣员呢 从鬼门关前 给救下来了 就马上就要开刀问斩了 这时候 来了一个劫发产的 说刀下留人 闭谣员就留下来了 就这么个事 说起房企辟谣啊 大家是见怪不怪 所以万科 这辟谣意义不大呀 你第三个 有人说万科辟谣是因为 现在外面谣言 谣传万科 裁员30%是假的 因为他是裁员40% 甚至更多 所以你说裁员30% 那是谣言 不过你要从这个角度说 那还真是谣言 他可能裁的不是30% 有可能是20% 也可能是40% 房地产企业日子难过 这个大家都知道 没有必要硬挺了 该裁就裁吧 偷偷摸摸的裁 反而不好 光明正大的裁 给员工啊 把这个补粘金给足 不要欠员工的 员工呢 如果在这个年底被裁掉 其实是好事啊 赶紧拿一笔赔偿 重新找工作 因为这个房地产行业 未来几年都好不了 只会一轮一轮的裁员 说到这个房地产行业 好不了啊 咱们再看一个数据 有人统计啊 说这三年啊 有将近40万人 离开了房地产开发行业 看来就是数字不少啊 有40万人 实际上这个数啊 不多啊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算这个中介 如果这个房地产行业啊 你把房地产中介算在里面 那40万都不止啊 为什么呢 你看啊 恒大爆雷之前 据说有将近20万员工 没有20万至少有15、6万吧 那他现在才剩多少啊 顶多剩个5万人都不到 5万都到不了啊 就一家恒大 就向社会输送了10万人才 那加上融创金科 那些爆雷的房企 碧桂园一轮一轮的裁员 这个万科 想裁员还预盖弥彰啊 还遮遮掩掩的 不好意思说 像这些房企都在裁员 这已经不止40万了 再加上其他的小的房企 各地的 房地产企业好几万家的 大家在大街上随便看一看 以前红红火火的那房产中介 现在都是关着门的 开门的都不多 那些人去哪了 以前啊 在各个小区里面 窜来窜去的 带客户看房的那些中介 现在都不见了 这些人都去哪了呢 至少是暂时离开了房地产行业 要么就是开滴滴去了 要么就是送外卖去了 这老粉丝知道 我去年就说了 今年房地产行业和互联网行业 是裁员大户啊 明年就轮到金融行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在万科 被万科裁掉了 是好事啊 一点都不丢人 赶紧趁万科现在 现金量还不错 能给你补偿 不亏待你 把补偿拿到 赶紧换行业 换赛道 因为房地产行业 确实未来几年 你看不到希望 只会不停的受伸 不停的裁员 留下的人 也可能面临着降薪 但是你的工作量 你的任务 你的压力会更大 尖身的担子会更重 我们再接着看看 专家是怎么说的啊 三十日 在2022凤凰网财经峰会上 中房集团原董事长 惠利基金董事长 孟小苏表示啊 这些年 楼市的拐点经常出现 出现了一种 短周期的调控 造成了短周期的循环 特点就是一年上涨 两年低落 一涨就赶快打压 从2006年到现在 已经出现了五轮 他说的意思就是 这房地产刚一涨 那政府就打压 涨一年打压两年 但是即便这样 那房价也涨到现在啊 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啊 2020年 疫情刚刚开始 各个行业遇到困难 但房地产几乎一枝独秀 拉动中国经济 使中国在全球成为 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 那是2020年啊 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是负增长 只有中国是正增长 然而到了2021年 对楼市的打压 出现了一种 政策合成谬误 他的意思就是 到了2021年啊 对房地产的这个打压 已经到了伤心病狂的地步了 这词不一定准确 但是就这个意思啊 叫政策合成谬误啊 医生开的药方 本来不一定是错的 但架不住七八个护士 纷纷来给楼市打针 把楼市打了个半死 立即出台的各项性质政策 特别是金融政策 逼迫房地产 演变成为灰犀牛 你先别说这个孟小苏 这个人讲的对不对 但至少我认为他敢讲啊 他说这个医生开的药方 不一定是错的 那也有可能是错的 他说不一定是错的 错不错还是两说 他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呢 架不住七八个护士 纷纷来给楼市打针啊 左一针右一针 上一针下一针 把楼市打个半死 然后尤其是 这个央行出台的金融政策 直接就让房地产 变成一个灰犀牛 爆雷啊 咱们用俗话说啊 这个房地产就是被挑死的 不是说市场经济 经济周期 经济规律 它泡沫自动破灭 而是被挑死的 这个吴小波说啊 83%的经济学家认为 明年中国经济会复苏很好 有复苏所需要的所有条件 仅仅需要的是一点点好运 这些经济学家啊 都变成了酸病的先生了 认为中国经济啊 就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那东风就是好运嘛 什么条件都具备了 就缺那么一点点好运 中国的经济就能复苏 这一点恐怕 韭菜难以幸福啊 为什么呢 你经济复苏 这房地产必须要稳住 不要说房地产复苏了 房地产至少都稳住吧 你房地产如果下行的话 这个经济谈不上复苏啊 房地产这个比重太大 现在没有一个行业 能够替代房地产 所以你至少要房地产稳住啊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房地产怎么稳住啊 韭菜没有钱买房 韭菜也没打算买房 你房地产怎么稳住 你房地产稳不住 经济怎么复苏呢 那你怎么说叫 具备了复苏所有的条件呢 这个经济复苏的 一个重要条件啊 就是要让这些韭菜 口袋里有钱 如果韭菜口袋里没有钱 那至少要让韭菜啊 要有信心 认为他未来口袋里肯定会有钱 而且这个口袋会越来越古 这些都达不到啊 韭菜现在面临的是要猜源 是要将心 找不到工作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深交所啊 也站出来了啊 大家看这个图片了 深交所2023新年致辞指出啊 坚持以稳的基调防风险保运行 加强风险监测分析 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全面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推动相关政策措施落地实施 积极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强化技术运为 不断提高系统运行安全性 稳定性和连续性 坚决维护市场安全平稳运行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这个深交所啊 它作为一个交易所 它说什么强化技术运为啊 不断提高系统的这个安全性啊 稳定性连续性 这些都是对的 因为你是交易所啊 你都保证这个交易要通畅啊 系统要稳定啊 不能出现问题 但是呢 作为一个交易所 它关注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叫房地产 它说啊 积极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这个好像有点错乱啊 你是个交易所啊 川阁各地有那么的交易所 各种交易所 有期货交易所 还有什么 黄金交易所 交易所很多啊 怎么人家都没有说 要积极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呢 深交所 为什么要担起这个重任呢 这个某一个行业的发展 跟交易所 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说 这个就是咱们以前一直说的 房地产平稳发展 这些房企 解决它的资金问题 全部有赖于这个散户啊 深交所要让这些房企 赶紧到交易所来上市啊 来借壳啊 来蒸发呀 所以就积极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我想啊 作为交易所 你应该更多的去 怎么去保护小散户 这些上市公司如何治理 让上市公司没有办法在交易所 在A股去行骗 对吧 欺诈发行 什么虚假陈述 还有那些 游资啊 那些装股 对吧 那些人不法分子 操纵股票账户 操纵股票价格 作为交易所 应该多打击这个 多保护中小散户 这是交易所的本分啊 不知道这个A股的散户啊 看到深交所这个表态 作何感想 当然了 绝大部分散户 根本就不懂这些 他以为他今天10万放进去 明年15万20万甚至要100万发家致富啊 这些散户不知道自己拿着血汗权 实际上是给这些房企扶贫去了 给房企输血 真正的体现了啊 他惦记的是人家的10% 20%的涨幅 50%的涨幅 或者三个展厅板 别人只关心他的本金呢 我们再看一看啊 各个地方 这个房地产政策 有什么变化 或者就是旧房市吧 大家先看这个图片啊 这是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的告知书啊 叫房产公司 中介公司 为维护社会稳定 保证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我局对贵公司 依法郑重声明 房产公司 中介公司 在接待客户 答复业主咨询和销售房产期间 必须向相关工作人员提出明确要求 凡涉及入学 转学政策 学区划分 学校归属等教育政策问题 未经教育行政部门书面认可 严禁向客户业主做任何解答 严禁于教育政策解答误导 诱导客户的各方意向 本着谁解答谁负责 谁承诺谁负责的原则 所有咨询 解答均由相关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本人负责 造成不良后果的 我局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其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虽然是天津市河西区的教育局发的 但实际上天津市都有这个政策 实际上就是天津啊开始治理这个高考移民 什么叫高考移民呢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 这个天津市啊虽然经济不怎么立 但是他的教育资源还是非常这个丰富的 天津的这个大学不少 民校也不少 所以在天津参加高考呢 比在全国其他地方都要容易 甚至有人说啊天津高考比在北京高考还容易 这个我没有调查过啊 我只是听别人传言呢 那很多人就会为了高考而移民到这个天津 什么叫移民呢 就是本人不在天津上班也不在天津工作 但是呢他是通过中介在天津买套房 绕过天津的那种种这么限制 你要社保他就给你交社保 你要工作他就在那弄假的劳动合同等等吧 总之让他具备在天津买房的这个资格 买了房之后他户口就可以落在天津 然后孩子就可以在天津去参加高考 初中可能就到天津上学了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上完高考 高考完了之后他们户口可能就转走了 这叫高考移民 前一年啊都是这么干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天津的房子可能太多 需要移民的人也多 所以这些房地产公司啊 就拿着天津市这个教育资源 疯狂的在外面推广 那到天津来这个移民的这些业主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那肯定对当地的这个教育资源 就形成了挤兑啊卷了 导致天津本地人呢意见非常大 经常去教育啊教委去闹事 实际上情况也是这样 就是这些人他根本就不在天津上班 也不是天津人 他只是为了把户口转过来 参加天津的高考 所以就形成了个矛盾呢 随着这个房子越卖越多 这个矛盾就越来越突出 好像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啊 天津市就开始治理了 他就开始严查 而且他不是说你初一的时候查 他是你初三或者高三 马上就考试了 教委来查 你符不符合这个在天津啊参加高考的资格 你家里是不是真的住在天津 在天津上班 这样呢 把很多马上就要参加高考的人 把他户口给清退了 不准在天津参加高考 那这些家长肯定不愿意啊 就到天津市委或者天津教委 去维权要说法 当初卖房子给我的时候说的好好的 我户口又落了 结果呢你高考了对吧 上了三天学了 你让我回去 所以这个矛盾就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教委啊 受不了了 就给这些房地产公司发通知 谁承诺谁负责 我教委可没说 你就能参加天津的高考 拿着天津教育资源去卖房的 你自己负责 实际上说来说去啊 是天津市的教育部门和天津市的住建部门之间的矛盾 天津市要不要卖房子呢 答案是显然的 哪个地方都要卖房子 天津市经济也不好 卖房子 房子卖掉了 他土地才能卖掉 土地卖掉了 他才有钱去给大家发工资啊 这个道理都懂 但是由于高考移民太多 导致天津单地人不满 我有好几个朋友 在北京落户就没有落下去 所以没有办法跑到天津落户 孩子也到天津去算学 遇到的问题都是同样的问题 那问题来了 如果天津市不让高考移民 那谁跑天津去买房干什么呢 天津的房子还卖得掉吗 靠天津人自己消化 怎么可能消化得了呢 天津这个经济 一进华到哪儿都搞不清了 什么一线城市 怎么算都说没上天津了 算新一线也没有天津 所以天津华到哪儿都不知道了 天津有什么特色呢 有什么产业呢 搞了一个恒大去了 它乱尾了 本来恒大汽车 这个也算是个亮点吧 新能源汽车嘛 如果一年生产个几百万辆 那也是不错的 结果被徐老板骗了 这个天津市啊 也是牙齿打掉了 玩肚子里咽的 自己约的那什么 自己打完 所以天津市啊 使尽全力啊 保这个恒大汽车生产 这个我在以前节目里都说过了 天津市什么 滨海新区吧 都已经喊出了啊 与恒大汽车 共命运同呼吸 当时恒大汽车好像只有一个车间 完备的 其他的车间都没有 啥都没有 就靠这个天津市 滨海新区 这个政府啊 强引力的守担保 让这一供应商进来 把这个生产线贯通了 现在居然能生产 324辆汽车 不知道天津市 滨海新区 政府满意呢 还是不满意 所以你看 天津市容易吗 没有什么亮点啊 再如果房子卖不动 那整个天津 恐怕就剩下一个 保卫北京的这个功能了 叫拱卫金师 我们再看看郑州啊 这个郑州是每天的出政策 大家看这个图片啊 郑州发布 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相关政策 适度调整先购区域 开展购房补贴 这个是财联社12月31日店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 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相关政策 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适度调整先购区域 二是支持团购再售商品住房 三是确保新市民都市圈居民购房同等待遇 四是扩大住房有效需求 五是推进租购并举 六是落实购房税收优惠政策 七是开展购房补贴 八是优化新市民购房金融服务 九是降低购房信贷负担 十是执行认贷不认房政策 十一是优化贷款二套房认定标准 十二是加大住房供应金支持 这个被简称为旧市十二条 随着这个郑州旧市十二条的出台 为郑州这个房地产政策 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真正的事件从年头就到年尾 每天都在旧 我看了一下 这有媒体统计 说全国这么多地市 这个旧市政策加在一起 已经超过了一千条 那我想郑州市恐怕至少攻陷了一百多条 我没统计过啊 我这是随便算一下 你看它是三月份出了一个旧市十九条 2022年最后一天也出了一个旧市十二条 这就三十一条了 郑州市基本上是每一周都有旧市政策 大家算一下 至少一百条以上 全国的旧市政策 郑州就贡献了百分之十以上 给人感觉郑州旧房市 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啊 有点那个乱拳打死老师傅那个架势 什么招都善 又不信这房市救不起来 但是事实证明呢 都是花拳锈腿 中看不中用 咱们一直说啊 你只要一直出旧市政策 反过来就证明你以前的旧市政策没有用 有用你就不会出下一个旧市政策 从那个旧市内容来说呢 确实也没用 因为你没有刺激韭菜啊 都是给韭菜小赢小会 然后给韭菜啊 放空条件 这么一说啊 我倒是对郑州市 2023年的这个旧市政策 充满了期待 因为郑州这么能出政策 我想它可能在这个元旦节后啊 就要出新政策 我们再看看深圳啊 这个深圳啊 有一条新闻不能不看呢 深圳有个叫炒房市长 大家看这个图片啊 这是人民日报12月30号的新闻啊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对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 副主任陈如贵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警察陈如贵善失信念理想 背弃初心使命 对党不忠诚不老师 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收受礼金 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不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件 违规帮助亲属调整职务 权力观扭曲 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 帮助亲属承揽工程 吸收存款谋取利益 搞全色 潜色交易 践踏技法底线 于不法商人 夯瀉一气 大搞震伤勾连 隐身幕后 收钱敛财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企业经营 项目推进等方面牟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说这么多 好像主要原因是陈如贵这个人 不顾中央的这个 房住不炒 这个精神 在深圳炒房 或者是说纵容深圳的炒房 这个陈如贵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 那深圳2022年楼市表现怎么样呢 深圳市2022年 这个总的交易量7.63万套 包括住宅和非住宅 这个交易量比2000年还要低 创下近28年的新低 深圳人口大概1700万 也算是超大城市 一线城市 今年住宅交易量才5.6万套 新房是3.4万套 二手房是2.2万套 1700万人的这个一线城市 新房只卖了3万套 可以说是房地产冻结了 新房还不太清楚 这个二手房年度均价下跌10% 于这个高峰期啊 很多小区相比下跌了20%到30% 就整个2022年 深圳经过这个18年19年 这个爆炒之后 这个2022年这个下跌啊 这个成交量和价格双双下跌 这个只是开始啊 你很难说2023年 深圳的房价能稳住 为什么呢 这个炒股票是一个道理 因为那些炒房的 现在重复锁定在 深圳那个房市里面 他们都是17年18年 通过各种手段 通过金银贷 对吧 各种手段去挪用了资金 进了楼市去炒房 结果一下被锁定在楼市里面 现在出不来啊 很多人还在苦苦坚持啊 有一些已经爆雷了 但是很多没有爆雷啊 这批炒房资金 炒房客 如果不爆雷 你很难说这个深圳的房市啊 走稳了 最后再说说啊 现在很多中介 很多专家 都在掺夺 2023年这个房市 掺夺掺空 咱们不知道 但是你要说 2023年房市会涨 涨得你都追不上 那是不可能的 你要说房市会跌 暴跌 这种可能应有 但是不大 我个人认为啊 2023年房市 可能还处于一个阴跌的状态 因为地方政府都在拖着房价 所以它房价很难暴跌 但是因为你拖着房价 它成交量是越来越萎缩 买房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房市就低迷 越低迷 这房价越有下行的这个需要 这就导致这个政府啊 拖房市越来越吃力 越来越拖不住 摇摇如坠 2023年是不是这个情况 咱们一起关注 好 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